曾经在电影Carno担任男主角的日本影帝永赖正敏 为了新片恋恋铜锣烧 特地和日本名导何赖直美来台湾 这部电影让何赖第七次入围砍城影展 描述一位擅长做红豆腺的老太太 来到一间铜锣烧小店 意外地让小店生意兴隆 但是当大家发现了老太太的秘密 小店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部电影探讨了汉生病 也就是俗称麻风病 遭到社会歧视的问题 在何赖直美的镜头之下 永赖正敏非常入戏 而且难得在镜头前落下男儿泪 请看意想世界的报道 日本国民阿嬷树木西林 在电影中饰演一位做红豆腺 做了一辈子的老婆婆 积极应征当铜锣烧店的员工 预本名岛何赖直美 集合影后树木西林 影帝永赖正敏 在电影开拍前 让两人不断练习肩炳 敖陷的技巧 并要他们直接住进小镇生活 由内而外变成角色 永赖正敏在戏中饰演一个不爱甜食 为了过生活 才去卖铜锣烧的丧志大叔 但看见曾罹患汗生病 俗称马峰病的德江阿嬷 就算遭受社会排解 不理解 依然乐观面对神明的样子 产生了改变 就像永赖正敏在演员路上 遇见何赖直美 何赖直美以往创作 专注于生死和自然力量 本片被称为 是他最容易清净的电影 也是何赖第一次改编文学作品 他用代表日本的樱花 表现德江阿嬷 面对生命的勇敢 何赖直美相信 用力活着就是美好的人生 希望充满能量的电影 同样能带给大家力量 我希望能带给大家的电影 我希望能带给大家的电影 是否吃铜锣烧 吃铜锣烧 希望能带给大家力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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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